欢迎收看本节目 对进攻球员犯规 裁判判罚点球 舒尔茨面对点球一蹴而就 最终全场比赛结束 利物浦客场1-1中日德蓝小组 投名出现 比赛第一分钟 利物浦后场送出直赛 前场的萨拉赫 带球单刀杀入禁区内 面对出击的门将 捅射破门 0-1 利物浦先拔头筹 第19分钟 南野拓时前场右侧 船中至禁区内 中路的若塔小禁区内 攻门被门将扑出 第31分钟 奥利吉前场左侧 接到萨拉赫的传球后 起脚打门 皮球偏出门框 第45分钟 若塔接到萨拉赫的传球后 禁区内左脚射门 被门将扑出 半场战霸 利物浦暂时1-0 领先中日德蓝 一边再战 第49分钟 中日德蓝球员 点球点附近 接到防守球员 解围出来的球后 推射打门 皮球击中横梁 第55分钟 中日德蓝 前场左侧船中 禁区内的卡巴投球 攻门偏出门框 第59分钟 凯莱赫在面对 进攻球员出击时犯规 裁判判罚点球 第63分钟 舒尔茨面对点球 一蹴而就 1-1 中日德蓝 颁平比分 第77分钟 中日德蓝 开出前场任意球 投球百度后 后点的队员右脚 抽身的球门上脚 由于越位在先 破门无效 第86分钟 凯莱赫面对近距离投球 攻门将球铺出门框 第89分钟 南野拓时进区内 接到马内的投球百度后 左脚破门 由于马内 手球在先 进球无效 最终全场比赛结束 利物浦克场 1-1 中日德蓝 出场阵容 中日德蓝 4231 1-汉森 2-库尔斯 28-斯维亚琴科 14-亚历山大舒尔茨 29-保罗维克托 40-卡珠斯特 38-弗兰克 36-德雷尔 10-伊万德 11-马比尔 9-卡巴利物浦 433-62-减凯莱赫 21-基尼卡斯 3-法比尼奥 46-里斯威廉姆斯 66-亚历山大阿诺德 18-南野拓时 65-莱顿克拉克森 8-纳比凯塔 20-洛塔 27-奥利吉 11-萨拉赫 编辑 姚凡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订阅收藏不迷录